袁文哉,逐咒書接上一會 昨天說到,神龍貴黑和那四個妹釘分手之前 就說對付白龍會有兩個辦法 一個是引蛇出董,一個是玉琴先種 他就吩咐屠十四娘和白衣呂俠先翻成都 炸牛什麼都未知,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而玉羅斯和小燕兩個翻成都之後就大鬧一場 而他自己就引蛇出董,說完之後他就先走了 那四個妹都感到好笑,覺得這個老乞衣說走就走 一會兒圖十四娘就說,玉女俠,現在沒有什麼事 我們就分頭行動,走吧 玉羅斯說,圖女俠,你不要經常叫我玉女俠,玉女俠 如果你看得起我,就叫我一聲妹妹 哦,那你為什麼不叫我一聲圖姊姊 白衣女俠就說,既然這樣 我們不如金蘭結義,結為姐妹更好 玉羅斯當然開心,就說,哎呀,如果兩位不嫌棄 我就拜兩位姐姐了 慢著,玉妹妹,你旁邊那位小兄弟 不知道她肯不肯跟我們結拜呢? 小燕仔就眼睛就說,阿祖就想認兩位姐姐了 不知道兩位姐姐認不認我這個兄弟 圖十四娘就說,小兄弟,你以為你真是小兄弟? 哎呀,你以為姐姐我看你不出嗎? 啊,你看了我什麼? 你呀,十足像東方前輩說 你都是個沒有鬍鬚的人,跟我們一樣的 啊,你,你怎麼看出的? 白衣女就不明白了,就問 圖姐姐,什麼小兄弟都是女仔來的? 白妹妹,難為你就為行走江湖多年的人 一個人是男是女啊,什麼你看不出的嗎? 那你怎麼在江湖上走啊? 啊,我,我沒有姐姐這麼細心觀察嘛 小燕就繼續追問了 圖姐姐,你怎麼看出的? 啊,是不是玉姐姐暗中告訴你? 玉羅室就說,不怪你自己化妝術不高 懷疑我廣往 圖十四娘就說了 小兄弟,不要錯怪玉妹妹 你知道的啦,我是個洗毒高手嘛 我只有一套識人的本事 如果我連男女都分不出 我怎麼下毒呢? 啊,下毒都要分男女的? 下毒就不分男女 但是下手的時候呢,一般說 男的就比較粗心大意 女的就細心些 這樣我就要注意的啦 這件事還不是主要的 我們圖門是有一種毒 對女的來說呢,就沒什麼反應的 就算中了毒都不是很厲害 但是對男的來說呢,就拿他命的啦 不及時化解呀,不死得終身癱瘓啦 但是另一種毒呢,對女的就很危險 對男的呢,只是在這裡麻醉作用而已 玉羅莎就不明白啊,問 啊,所以姐姐就特別注意對手是男還是女了 玉妹妹,一個人在江湖上行走 真是處處都要小心的 對呀,尤其是黑道上的彩花的淫賊 經常都扮成女仔那種款,染人耳目 一不留意,好容易失身的 小燕好好奇問,姐姐呀,今天怎麼識別的? 沒什麼其他特別的 聽她講話,看她行動 還有啊,觀察一下她的喉嚨那裡 是男是女呀,一看就知道的啦 小兄弟,本來我初時看你不出 是個女扮男裝 但是聽你講話,還有那些動作 十足十個女仔的,那我就懷疑了 等到天亮,我再看看你的喉頭那裡 都沒有那個舊東西的,那你還不是個女仔? 哦,原來是這樣的,我,我以後小心點了 小兄弟,那我們以後叫你小妹妹 欸,一位小兄弟啊,欸,還叫我小兄弟啦 好啊 然後呢,他們四個就跪下,在荒野上去對天蒙世 是,易潔甘蘭,然後就分手告別 第日五時,小燕和玉羅莎 就到了龍橋的小鎮那裡 龍橋呢,來成都就不是很遠 只有三十幾里 省一眼就到了,而這陣子的小燕和玉羅莎呢 已經是主僕打扮了 小燕就扮成了一個靈魏盡氣的書童仔 而玉羅莎呢,就一個年屆中年的瀟灑書生了 那龍橋鎮的南邊呢,就靠著柏條河 有一條大路就直通青城山 現在令到他們兩個奇怪就是 大路上有很多武林人士 三五成群,行色匆匆 每個人都向著青城山方向急急地走 他們兩個對望了一下,奇怪了 為什麼這些武林人士 紛紛從成都來,向青城山去呢? 難道青城山發生了什麼大事? 令到這些武林人士連成都的匯盟都不參加 要趕去那裡? 因為他們兩個知道,明天就是匯盟的日期 那匯盟呢,可以說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 一旦飛帖發出,匯盟的日期絕對不能改 除非發生一些特別的大事,否則就不能夠推遲 那現在青城山到底出了什麼大事呢? 難道又有人在那裡大鬧一場? 令到這些武林人士狗去雙狗? 但一路上,他們沒有聽聞說青城山有什麼大事呢? 何況那裡雖然不算是武林中一大門派 但是其中都很多一流上勝高手 而且那幫人又不興捲入武林中的是非紛爭的 那誰走去青城山佼佼鎮呢? 就算是佼佼鎮也不需要這些武林人士狗啊 青城派的高手足可以應付啊 那他們兩個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走到河邊那間酒店那裡坐下找些東西吃 我想著或者在那些食客的口中 多少知道那些野瓜那樣 他們兩位一進,碟小姨過來招呼 大爺,兩位到了,吃什麼酒菜? 來來來,坐下坐下坐下 這裡真是風涼水冷 我們這裡有很多菜的,不知道兩位在吃什麼呢? 玉羅莎說,炸子雞,麻婆豆腐,一碗雞蛋花湯,弄四碗飯 大爺,不要走啊? 小姨說,不要啊,我們還要趕路啊 玉羅莎挖了她一眼,跟著要密陰入意之功說 小兄弟,你這樣隨便說話,像不像書童啊? 被人看穿的嘛 小姨馬上小小,跟著問玉羅莎 大少爺,我覺得對不對啊? 沒錯,店小姨,我們不要走了 好啊,等等啊 來啦,炸子雞,麻婆豆腐,有芙蓉湯,來加四碗白飯啊 小姨你急了 喂,我現在大少爺要雞蛋花湯而已 什麼時候要芙蓉湯啊? 哥仔,芙蓉湯就是雞蛋花湯的嘛 你好少去茶居啊,來,坐下吧 喂,這位學,要什麼? 小姨又問玉羅莎 大少爺,她說得對不對啊? 哎呀,別這麼多話說啊 難道我不要亂出聲啊? 那麼這陣飯店裡面有些武林人士呢 在他們兩個進來的時候 就有一種很懷疑的目光審視他們一番的 現在聽他們兩個這麼說 其中有一個走過去對玉羅莎就說了 閣下的書堂挺有趣啊 啊,她不懂事的 令各位人兄見笑了 聽閣下的口音不是四川人吧? 在下是廣西慶怨婦的人 因為仰慕天婦之國,走來玩玩而已 但玉羅莎因為小縣一口貴北話 唯有無形是貴北慶怨婦人 免得人家懷疑呢 那何況玉羅莎呢 跟著師傅柳小琴在貴北都住了很久 說了一口流利的貴北話 因為貴北、雲南、貴州、四川 可以說是同一個語系 也就是現在我們廣東人在戲棚說的官話了 不過是大同小異的 當玉羅莎跟人家說話的時候 小燕用了一對很晶瑩明亮的眼睛 不時嘈下在在的武林人士 其實他就暗暗地看著他們 審視一下他們是哪一門派幫會的人物 我看到一張桌上坐著三個人 有兩位年近五十歲的老伯 身材矮小,但是目光很憂慎 一雙手瘦得像雞爪一樣 一看就是連鷹爪一派武功 還有一位呢 身軀就很灰暗、很高大 整面鬍鬍 是個中年大漢 現在坐得像座鐵塔一樣 那兩個老伯加起來都沒有他一個人高大 而桌面呢 就放著他的兵器 是一把很蠢的魚鱗 大虎頭 另一張桌呢 又是坐著三個人 就是兩男一女 女的就是一身盜莊 揹了一把細長的寶劍 那兩個男的呢 一個是中年 一個是少年 都是一色的青衣競裝 那從他們身上的兵器看起來 又不是同一門派 那個中年男人的身材 就比較瘦長 舉止文雅 她的樣子很漂亮 現在跟玉羅莎聊天 就是這個人 她現在微微笑問 閣下不是來參加回盟的嗎 回盟? 什麼回盟? 呵呵 這樣說 閣下真的來四川游山玩水嗎? 那大少爺當然是來游山玩水的 那你不是嗎? 燕兒 我跟人家聊天 你不准插嘴啊 大少爺 問問都不行啊? 唉 平日將你還慣了 那在座的人 聽過主迫兩個這樣一問一答 都覺得有些好笑 那女道姑 小小的問小燕 小哥仔 那你們打算去哪兒玩啊? 大少爺 她問我們去哪兒玩啊 欸 下山大佛啊 我還沒山啊 我們都去過了 那還有什麼地方還沒去的? 唉 你真是沒見過世面啊你 只是成都而已 就有道府草堂 母猴子 望江流 大慈子 文書院 清陽宮 有陣子 有陣子 我們去玩啊 什麼子啊 遲啊 大少爺 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玩 都是些這樣的泥雕菩薩 要是光頭和尚 動一下就要我們捐香油錢的 閉嘴 閉嘴 不准亂說話啊 喔 大少爺 我不說了 欸 我看四川的山啊 都沒有我們廣西的山好玩 又說話了 我沒天下壽啊 你懂什麼啊 什麼天下壽啊 要爬幾天幾天的山 爬到我腳都痛了 到山頂啊 動到我發冷震 旁邊的武林人試一聽 忍不住了 啪啪聲大笑 他們不單只覺得這個書童仔好得戚 更加因為他說話 毫無禁忌 打死了對他們主僕二人的懷疑 這陣子的女道姑笑著文小燕 哥仔 廣西的山真是好好玩的 這樣也好玩的 大少爺 對了 你給不給我說話的 欲罵殺得聽 差點噴飯 覺得這個死妹爹 我扮了幾次 誰都不知道她殺起人 是得人害怕的 唯有炸雞就說 人家問你 你應該回答嘛 這是禮貌來的 啊 那我真的可以說話了 哎呀 你說啊說啊 不過不要亂說啊 啊 欸 豆姑啊 你問問我們廣西的山好不好玩啊 是啊 哥仔 是不是廣西的山真是這麼好玩呢 我也想去走走 當然好玩的 又好看 我不騙你啊 只是桂林的山啊 就不像你什麼鵝眉落山 要爬幾天那麼多 我們那裡啊 一天就可以爬兩三座山玩的啦 什麼獨秀峰啊 蝶彩山七星岩 復波山下的環珠董 好好玩的 其中還有很多好聽的故事 還有神話的 要不要我講給你聽啊 玉羅莎的聽得了 講完故事給她聽 咳咳咳咳咳咳了兩聲 意思就是不要再說了 閉嘴了 那女道姑呢 聽出 這個書生不給她書童說話 笑著說 哥仔 多謝你了 不用說了 以後有機會呢 我就再聽你說那些有趣的故事 現在我們要走 啊 這麼快就走了 你們去哪裡啊 青城山 對了 這位公子 你既然去成都玩 為什麼不去青城山玩呢 那裡的景色都很漂亮的 玉羅莎心裡的一族 去青城山 正是她和小燕來這間酒店的意圖 我馬上接口就問 莫非仙姑的尊貫就在青城山呢 現在這樣 在下真的要去拜訪一下了 那青城山呢 不單只是道教的名山 也都是道教的法場地之一 相傳東漢末年 道教的創始人張道寧 也就是民間傳說的張天師 曾經在青城山撤壇全島 因而那些什麼工啊什麼官就很多的 足足有七十幾座那麼多 所以玉羅莎才敢問 另外也想知道一下 現在那些武林人士趕去青城山到底做什麼 怎知道那道姑遙遙堂說 貧道的閉冠不在青城 只不過有事要去青城山 蛤?青城山是不是很好玩的? 阿瓜仔 你現在大少爺既然知道蛤眉天下壽了 難道不知道青城天下憂嗎? 只是令人賞心悅目的明星風景就有百幾處 那裏啊 古目參天 風綠臨翠 雲霞飄渺 宮貫亭各處處 有些呢 就在險峻的山峰上 有些在懸崖峭壁之中 何止好好玩啊 直透啊 好像去了仙境那樣的 哇 小爺聽到眼都禽了 都玉羅莎說 大少爺 你不是說要去青城山玩了嗎? 現在有盤了 不如我們走吧 跟他們一起去青城山吧 到時去完我們再回來成都玩好不好? 這陣子一直沒有出聲的中年男人突然說了 我勸你們目前還是不要去青城山 為什麼? 哥仔 青城山目前有風險 你們去了 萬一出事會頭殼都沒有了 有風險啊 那為什麼你們又去啊? 你們又不怕啊? 你們又不怕啊? 我們不怕 你們不怕 我 我們也不怕啊 道姑就插口了 哥仔 你們不是武林中人 不知道武林中的事的了 一定要去呢 個十日八日才去吧 小縣還想問為什麼 玉羅室就說 便宜 不要麻煩人家了 吃你的飯啊 各位 請啊 中年人就說 各下不用客氣 自便 那小縣就不理 倒下頭就吃飯了 爬了兩口他又問了 看看小爺 什麼叫武林的事啊? 唉 這些學武人的事 我們不懂的了 不要問啊 學武啊? 大少爺 你都學過武的 為什麼你不懂呢? 唉呀 你這麼多口啊 看你老夫人 太重慣了 吃你的飯啊 那你站在後面的中年人 早就留意到玉羅室的行裝裡面 有把劍 那所以才問玉羅室 是不是參加回盟 現在聽到他們主僕的聊天 知道他們不是武林中人 事上啊 一個武林人士 哪有上俄眉要幾日時間的呢? 而且說上到山頂 就會冬到花蹄蹄 但是現在聽小燕說 說他的公子曾經學過武的 那有些懷疑 走過來問 國下原來都是學武之人 不知道練的是哪一門派的武功呢? 可以似教吧? 那我說過了 凡是會武功的人呢 從他的眼神啊 舉止都會看得出的 那小燕呢 已經練到反撲歸真 就不輕易看得出 玉羅莎就未必的 加上他有把劍在那裡 所以人家這樣問他都不出奇 好了 那到底這幾個人 按我們現在說的中還是奸呢? 啊 那小燕和玉羅莎怎麼對付他們 有沒有跟上去青城山呢?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非常久不見